3月15日NBA雷霆课场对阵步行者 比赛十分精彩 雷霆刚开始占据优势 但是墨杰打得十分被动 我们来看墨杰发生了什么 步行者第三节反扑效果出色 墨杰开局就头投进两分 缩小到五分分岔 墨杰还有十分钟十二秒 微少提前登场了 上来三分球就不中 马修斯走步失误 微少持球赢着羊的防守 投篮未果 纳德尔制造萨伯尼斯犯规 两次罚球得手 虽然纳德尔扣篮得手 步行者叫了暂停 还有八分钟十五秒 马修斯投进三分 帮助步行者追分 乔治三分未果 步行者制造罚球 两次都命中 乔治三分投进 马修斯继续还击三分 雷霆投篮未果 伯格丹诺维奇 晃开亚当斯 三分标进 追分到三分 此后雷霆投篮 继续未果 科里森赢着施罗的防守 打进硬起的两分球 追分到一分分岔 雷霆赶紧叫了暂停 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四分钟四秒 此后伯格丹诺维奇 连续投篮得手 完成反超 乔治三分球追平 关键时刻 两队各种抢断 伯格丹诺维奇 投篮未果 马修斯 完成捕篮得手 雷霆最后 1.8秒 威少绝杀不中 雷霆遗憾输球 雷霆输球后 战绩来到 42剩27副 被火箭和开拓者 躺着完成反超 火箭升到第三 开拓者升到第四 雷霆跌到第五 一场捕篮绝杀 让火箭的排名 躺着回到第三的位置